有一个,所以刚刚的门号公式这边 所以如果你打错了,你可以复制贴过去 比比看,那你就先用我的好了 先可以往前推进 像这个是没有写回圈的 然后这个是有写回圈的 回圈就写在这个外面 所以甚至你可以Ctrl-C Ctrl-V贴上 如果你实在是写的比较慢的同学 你干脆就这样 如果没有,你就把它贴上 不是一模一样的吗 完全一样,清楚也是一样 好,门号呢,刚刚这一段 如果没有,没有关系 你也可以怎么样 在底下找一下门号 刚刚这一串 把它Ctrl-Ctrl-V贴上 记得贴对位置,它就会跑了 剩下来就是做按钮 这个都一模一样,format 只是说你要慢慢去消化一下 它为什么会这样 这个还没有加回圈 所以如果贴过来 最后要变有回圈的话 那你就什么 在这个外面的,再包那个for回圈 其实有些东西可以复制过来的 forness 一定有一个forness 然后把这一串 有没有 门号 其实我们刚刚是直接写了 但理论上应该是要把它分 多一个复制 这个把它删掉 有没有 然后呢,这边就改了i就好了 那其他的话 公式刚刚要这样串 对不对 可是因为刚好呢 它这个4刚好都在sell里面 所以你直接怎么 不用啊 因为它不是文字 所以直接可以改i就好了 这边呢 也可以直接改i就可以了 好,ok 然后这边也是一样 改成i 这样子就写完了 写完之后的话 你就把它执行看看 理论上应该就可以跑出 我们要看到的结果 好,那恭喜你 这样应该就没有问题了 ok,这样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来看所谓的制定函数了 那什么叫制定函数 我刚刚已经有把程式贴上了 就这两段了 这两段呢 其实在云端上有 所以如果你没有的话 你可以直接拿 这个云端上面的这两段 所以有两个方选 好,两个方选的结果的话 我先让给我 就上礼拜讲了 插入函数的话 如果要有那个的话 就是什么 它会 如果你的module里面有方选 对,就会跳使用者定义 如果没有 那就不会跳 ok,所以如果你的 你们现在应该没有了 哦,因为我有加 所以使用者定义会跳了 一个是首期 一个是范围 那首期的话呢 它会跳 一样跟那个我们使用函数的方法是一样的 好,不过它有时候会卡卡 它会变 跳 先取下来 然后再一次 那它一样就是说 一个萝卜有坑嘛 这个给它 是电信业者 这个是默码 这个是 那个驱马默码 ok,按确定 它会怎么样呢 帮我把最后的结果 手机函数 但是你可能还是要点两下 因为这里面不需要跑回圈 我们只需要怎么 把它使用者给我们的三个资料 帮我串接好 丢回来这边就对了 ok 那如果你要更方便一点 我另外有一个就是叫做手机范围 手机范围就是把这三个选起来 然后丢过来之后 让它帮我去切割三个东西 然后一样可以把结果给秀出来 这个上个礼拜有讲过了 当然第二种方法是比较方便 因为如果你有很多篮 你如果说一个一个慢慢选的话 倒也是蛮麻烦的 不过已经够方便 ok 那这种函数就是所谓的制定函数 也就是说 专门量身定做 for你工作上用的 所以以后 很多同学会常问说 哪些函数 有没有哪些函数 可以解决你眼前的问题 其实大部分应该都没有 所以如果你要快 那你就是 自己要量身定做一个方便 for你工作用的话 他那个问题很快就解决了 甚至你也可以写好这个东西 也可以给你其他同事使用 一个team也可以自己 自己这个team里面 自己找专门一个人 专门写这东西 就解决大家的问题 这样以后大家 只要规范定清楚的话 那这样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很快把那个事情解决掉 不就简单了 ok 所以呢怎么做 首先第一个呢 我们知道说这个东西是方便 所以我们把它重新再来过好了 假设我这个先删掉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要从头再来过 ok 所以这边我把它删掉 好 跟各位一样 没有的话 如何制定函数 我们从如何制定开始 刚刚完全没有 所以一 请各位注意一下 一定也是要在模组里面 写的位置 ok 应该没问题 不然 还是要适应一段时间 不过久了应该慢慢就习惯 二的话呢就插入程序 记得不要用sub 关键的地方就是这里 function ok 就这里 那名称的话呢 你就自己打 你用中文的用英文的都可以 但是就是不能用数字 ok 你不要用数字就对了 好 比如叫手机 好 手机的函数 按确定 接下来的话呢 请特别注意哦 我这边把它删掉 接下来呢 请特别注意关键的地方来了 在sub里面哦 的刮符呢 基本上都是空的 可是function 特别注意哦 function不一样哦 如果说你今天要跳出 刚刚看到的 没有 比如说第一个 第二个 第三个 你要跟 因为function比较特殊是 要跟使用者互动 互动意思说 跳一个东西让他选 你要给我东西 我才有办法告诉你答案 如果你没有给我 如果你要的那个东西的话 那我就没办法把正确答案给你 所以有的时候是问答式的 function有点像问答 你要告诉我 那你要告诉我三个东西哦 那怎么请他告诉你 关键在这个刮符 三个东西哪三个呢 这三个 所以我偷懒一下 拿这边Ctrl C一下 然后把它再切回 V就被贴到哪里 贴到这里 那记得哦 我主要是复制那个名称 中间加逗点就对了 中间加逗点 不要有空白 最后刮符 因为他好像Enter 所以你主要是复制过来 把它改成这样子 中间加逗点就对 那这样子的话 将来他就跳出一个对话方块 一二三 三个东西 好 那给我之后的话 我要做什么呢 特别注意 很简单 我要把这些串接完之后 丢回来给谁呢 丢回来给他自己 所以特别注意哦 请你把首期放在最前面 方选名称有没有 放在前面 等于什么呢 等于双引号09 end 什么呢 end后面的话呢 就算一个 把电信业者放过来 因为他会给我一个电信业者 所以我就把什么 电信业者放到他的后面 记得加一个空白 09电信业者 后面的话呢 再一个空白 end 一个减的符号 其实跟上面这个有点 上面这个有点像 end什么呢 end 再一个减的符号 end什么呢 再把门号区码变成三码 所以呢 一样 我们用VBA 刚刚一样 点format format什么呢 钱瓜胡 刚刚是自己去抓 可是他会给我门号木码 把使用者给我的东西放在门号区码里面 那我就把这个东西他给我的码 那我就把它放在这边 逗点跟他讲说 你帮我格式化成三码 OK 那一样的道理 莫码 我就是在把这个 所以这个有点跟刚刚类似 把这边复制一下 贴到后面 一样是一个简的符号码 然后把这边改成莫码就可以 莫 OK 然后这样的话呢 基本上 我们程式呢 就完成了 就这样而已 莫 莫在这 OK 好 跑到那边去 OK 记得吧 这个地方 只要程式没打错 好 大功告成 就写这样而已 那主要的差别 请各位就是自己在比较一样 刚刚是自己去抓 那个储存根的位置 现在是使用者会丢资料给你 因为他会选 选了之后呢 他会放在这里面 所以呢 你放进来的东西再去串接 串接完之后的结果 再丢给谁呢 自己本身 那因为你游标放那边 他又把最后的结果丢到那个储存钩里面 就完成一个循环 所以有点像 我问你 你告诉我三个 我就帮你串好 我再丢回去 放在那个储存钩里 就是看到了结果 大概是这样 所以制定函数就写完了 OK 试一下 其实真的不困难 只是你要了解那个逻辑 好 那我们把这个做完之后试试看 看好不可以清除 这个也可以弱 然后这个时候呢 如果你使用的定义里面 就会看到手机 也会看到三个 关乎里面有三个东西 那我就把这三个东西 分别放了这个我要给他的 所以他会暂存在那三个东西里面 那三个引数里面 OK 我就丢给他丢丢丢丢 算完之后的话呢 他又会再把它返还到手机本身 就这个结果 那因为我的游标目前放在这里 所以他又会把最后的结果帮我放进来 大概是这样 好 试一下按确定 不过你可以看一下结果 我如果OK 那表示你程式没写错 好 确定 那不过因为没有跑回圈 所以最后变成你要自己点两项 这样就OK了 所以我们的第一个制定函数就完成了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程式真的不多了 就这么一行 但是要把这一行做出来 倒也是有点难度 制定函数 OK 待会我们再来看那个 如何改成范围 不过制定函数先 可以做出来 然后第二阶段我们先 求有 然后再求可能效率更加提升 让他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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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